角落的人头 有一名动用户上传了一个影片 刚回老家休整的他 在晚上的时候被客厅的一阵骚动惊醒了 他一时惊魂未定 决定拿起手机记录下他看到的画面 一边喘着气一边探测周围的他 显然也是对于接下来的位置感到恐惧 他战战兢兢的走向厨房 突然眼前的椅子被鼓励亮往后拉 乍眼皮底下被拉开的椅子 把他吓得一直在祷告 让了他的转身后 手上的手电筒开始不停的闪烁 眼前的他发现某个小角落 有一个人头以极为怪异的角度探处 而与其他的故事不一样的是 他显然也不怕被发现 就这样直直的顶着对方 让他被顶到浑身发毛 等待死亡降临 日本著名的林医探险队 受到了匿名的民众的邀请 来到了日本宫崎郡州的寒川村 这个历史1959的村庄建立于1597年 位于高山上的偏远地区 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 上下山的路程崎岖不平 所以渐渐的越来越多人离开了寒川村 直到这个村庄被荒废于此 匿名的民众表示之前 他在友人潜瓦深山中的寒川村探险时 遇到了一对老夫妇 这对老夫妇对外人似乎非常怨恨 他们对友人只说了一句 离开后等待死亡降临吧 离奇的是 该名友人在离开村庄后的半年 真的离开人世了 这件事情传开之后 有人表示他受到了亡灵的诅咒 加上村庄的地理位置 传言以鹅传鹅 这个深山中的村庄 越发神灭了起来 探险队决定来到了 这个飞气族的村庄 一路上的杂草丛生 山路崎岖 探险队也感受到了周围环境的险恶 甚至到后面只能徒步走进山中 抵达目的地之后 他们分开查探周围 并相约30分钟后回到原点 其中一名探险队队员来到了村庄里的学校 就看到了令人窒息的一幕 属于耳敬队员 你会有很多的姿勢 夜空路也不行 Ⅻ 前段位置 只是在後方向上 刚才的 你 何 誰也有 來到接近崩塌的房子 卻已然聽見伸出船來腳步聲 隨機而來的巨響 讓他蹲死一陣雞皮疙瘩 物音很厲害 哇! 什麼? 我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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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鬧鈴的鈴聲響起 似乎提醒他趕快離開這裡 一聲巨響傳來 嚇得他決定離去 回到集合地點後 見到了其他的同伴 恐懼感才慢慢的消去 然而隨著時間流逝 最後一名同伴卻遲遲不曾出現 激進了三菱加上恐怖詭異的氣氛 讓他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他們決定出發去尋找同伴的下落 經過長時間的搜尋 他們在一間破解的藏屋裡發現了同伴 然而恐怖的事情才正要開始 他的同伴捲熟在一個角落 一臉堅毅和困惑 全身毫無力氣地坐在地上 他的攝影機被放在旁邊 但是卻把整個過程錄了下來 由於身體不適的症狀 他們決定先離開這個詭異的村莊 之後他們看回所有錄像 頓時一股涼意 湧上心頭 林總統 Charlotte 湧上 大鳥 這個家是非常美麗 我看見的家より一番美麗 誰も住んでないよね 結構是不穩的 仏壇 紙棚在 家在這裏 非常舒服 大腦的時計 是嗎? 是嗎? 我 我要跑 不?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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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剩一副 我去 我去天堂 我去天堂 你 我冲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他们看回所有录像时 他们的同伴拍到了一张恐怖诡异的脸 从门窗外顶着他看 他瞬间吓得当场摔倒 可当他回过神来看回去的时候 却什么都没有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屋子的另一个角落 发现了一个穿着日本和服的老人 对着神坛祈福 当他们撤离的时候 他们没注意到的一闪门后 同一个老人站在那里 目送他们离开 游荡的鬼魂 探险队这次来到了一个 被遗忘已久的废墟 传闻这里经常穿出 莫名的鬼号声 除了灵异爱好者之外 基本上不会有人会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才抵达不久 就发生了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 有没有 好晚安 好晚安 一道红光从一个建筑传出来 像是有人在里面生火一样 在窗口的角落还拍到了一个人影 然而诡异的是 在这短短的几秒钟的过程 里面的火光和人影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像是刚刚看到的只是幻象 两人看了周围 也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的一切 周围安静的像是 从来没人来过这里一样 我看起来我了 真的在这边 是否有了一座的方向 所以就在這裡 公司的方向 正在外面的方向 就在外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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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他们不注意的时候 其中一名探险队队员差点被石头砸中 像是有人从上方朝他丢去一样 之后他们前去其他地方继续探险 却陆续拍到了一些诡异的影子 然而他们却完全没注意到这一点 但是我再试试 但我还不再试试 但你猜试你什么事 你怎么会跳的 我看他有试试 你试试看吧 那你试试看吧 你看! 我看!他在上方! 他在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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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两人一阵兴奋 因为他们看见了一个金湖透明的人影站在废墟的顶楼 而在他们两人眼睁睁的情况下 人影就这样消失在空气之中 然而这个人影的出现是为他们打伤了兴奋剂 让他们更加为这次的探险感到兴奋不已 有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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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兴奋 leaving! 是 是 太 好 太 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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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 谢谢 他们两人在一栋废墟里 再度发现那黑色的身影 出现在他们的正上方 两人兴冲冲的跟着影子方向赶去 可来到顶楼上方时 却什么都没发现 我这么快 留下一些 下来... 因为那裡来自拍啊 有一眼 小心 好, no Luis, Luis ¿Q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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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ín, Odín, Odín ¿Estás bien caral? Ay, no ¿Qué pasó, güe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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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Qué? ¿Qué? 回到森林深处的两人 打算探索更多的地方 就当一切准备就绪时 其中一名队员事物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强行的拖走 另一名队员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只见那名同伴正在求救 而他正被拖向草丛深处 连摄影机都被丢在了地上 他立马冲向前去查看 发现同伴痛苦地倒在草丛中 不断地哀嚎 是有哪里受了伤 恐怖的是周围只有他们两个人 那到底是谁想把他们永远地留在这里呢? 小女孩的灵魂 一对情侣很喜欢四处探险 尤其是飞弃酒的房子或者建筑物 更是他们的最爱 由于他们探险的经历很多 所以他们对于保护自身的安全 还是很有自信的 这是他们的目的地 是一栋飞弃的农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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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不是在那里的农舍 就不喜欢那里的农舍 好 哇 大家 全部都安装了 桌子都安装了 这地方是灵魂 从当我走进门 男子发现这里的大门一直都是开着的 似乎是在欢迎他的到来 让他有种莫名的不舒服 接下来更诡异的是 餐桌上排列整齐的餐具 像是人们准备进食的时候 被什么东西打扰了 还没来得及收拾饭桌 就离开了这间屋子 让整个饭亭的环境 显得更加不安了起来 人的溜感一向来都是正确的 男子的心脏莫名的躁动 让他感觉自己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 但是他又对于自身的能力 有着一定程度的信心 所以他坚持没有离开现场 直到他看见了这一幕 悲剂发凉的感觉 直接冲上脑门 我会把这一屋子里的 我把你打算了 我把你打算了 你能不能做什么 我把你打算了 我的名字是Duffy 為什麼是我的名字是Duffy 為什麼是我的名字是Duffy 你知道什麼最怕我最怕的嗎 我剛才剛才剛才我從來 我從來沒聽到我的名字 然後我從來看見我的名字是Duffy Duf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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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子上寫著男子的心事 讓他不盡一陣涼意襲來 瞬間讓他產生了離開的念頭 在四周查看一番後 清理決定離開了這間農舍 什麼 什麼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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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俱响 像是主人下的主客令 吓得他们赶紧逃离现场 就当他们离开的时候 男子再次回头张望 突然他看到了让人不敢自信的一幕 一个小女孩的脸出现在窗口 正直直的顶着他看 像是在目送客人的离开 客厅的游魂 一名网友分享他在家里拍摄到的领域画面 该网友表示当天晚上 他被家里楼下的一声巨响吓醒 而且他是独自一人居住 也没有人在他家过夜 也因为这样很多无法解释的事情 让这个晚上特别难熬 家里突然间的停电 让他措手不及 一阵犹豫不绝后 他鼓起勇气 前往楼下查看 终于 interrupt 记住很久不oning 这个地方 是 这么快选择 娃娥 甚至害怕 me da gritar hola 我相信,我相信,我聽到聲音的聲音 声音乐 是这个瓶子 哎呀 确实是拍摄 不不不不不不不 在他查看他家里周围的时候 一个冷不防的瞬间 他拍到了走廊尾端的房子 探出了一个长头发的人头 他前往查看的时候 心里还在想 是不是有女人闯入他家 但查探一番后发现 根本没有人在他家里 有任何轻松或灵异影片要和我们分享 请email击一下邮箱 我们下期再见